左边 圆多少 54.8 可是特别主要这是什么 磁径 可是你画的时候他预设是半径 不是磁径 所以你要改成磁径的话 你要多输入一个D Enter 要不然你就是要自己再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除以2 否则的话 你画出来的尺寸就不对 那这个是113.5 有点猛113.5 那两个之间距离100 然后要画出他们之间的这个线 特别主要这边的话 这个点特别主要我们在连 有所谓的四分点前面有讲过四分点 可是这个点到这边这个点要连得这么顺 不能用四分点用四分点就会怪怪的 那一定要什么多一个叫做切点 因为每个圆你要跟圆相切 会有个切点 你才会切得很漂亮 你不能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四分点 四分点的话完全错误 那两个之间 中心点相距多少 100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 画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反正就把 左边的圆先画出来 所以左边的圆 先给它个中心点 拉过来之后距离 距离多少 距离 特别注意你可以把它除以2 比如说你可以除以27.4 或者是说你可以下方不是有个 指令半径或 直径D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输入一个DEnter 多一个动作 DEnter DEnter之后的话 你再给它还什么呢 多少 54.8 输入上去 Enter 这个时候呢 它的直径才会是54.8 你不要直接就输入54.8 那就会是 错误的尺寸 那接下来的话 另外一个圆 另外一个圆呢 你会想说 那相距 中心点 相距 100的话 那你其实 辅助线 可不可以画一个辅助线 可以啊 你可以从这边 画一个辅助线 找到它的中心点 过来之后多少 100 Enter 好那空白键结束掉 在这个端点上面呢 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直接这个圆的话呢 也是直径 所以DEnter 多少呢 113.5 Enter 好那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圆画出来了 这个线就可以拿掉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画习惯之后 我可能不会画那条线 为什么 因为我画圆 我可以讲 也是用追踪的 因为你画一条线 你要多一个画一条线 然后呢 在线上画 可是呢 其实新的版本之后 大部分都是 圆 对不对 那我要从 这一点 追踪过去 所以你可以怎样呢 点圆之后 然后我的起点是 从 这个中心点 追踪过去 我给它 距离就好了 中心点距离的话 100 所以你就先输入100 这个叫追踪 他过来 就不用再多画一条线 他 这一点就是100的位置 再 DEnter DEnter 然后11 3.5 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就少画一条线 这样了解意思吗 就追踪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试上两个方法都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从这一条线 这边有个 有没有 你不能说 老师我看到 这个点 我就给他乱点 你会发 老师为什么这地方 画出来 变这样怪怪的 为什么要切过来 切到这边人家 有没有 这样丑丑的 对不对 所以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切到 这个 切点上 特别是要 点一下线 对不对 再来呢 我的切点没有出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强 强制锁点 所谓强制锁点 特别是说 强制锁点 我强迫 只能够出现 我要的那个点 叫什么 切点 强制锁点 记得 请你按一下 Ctrl键 加上右键 Ctrl键加右键 Ctrl加右键 Ctrl按住 再按右键 这个时候他就让你挑选 请问一下你强制锁点 你要锁哪一点 我要强制锁点 请你帮我 锁那个切点 有没有 切点出现 有没有 点一下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其他点都不会出现 只有出现 这个 切点的 然后过来之后 Ctrl再加右键 再帮我怎么样 锁 切点 OK 然后呢 空白键结束掉 那另外一边也要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 Ctrl加右键 锁点 切点 切这边 然后这边 Ctrl加右键 强制锁点 Ctrl加右键 那这边的话也要一个叉叉 所以从哪边呢 这边也要一个 从这个切点到这个切点 所以这边一样 这边 Ctrl加右键 切点 这边 然后过来这边 Ctrl加右键 切点 一样 然后 Ctrl加右键 切点 Ctrl加右键 这个 这个强制锁点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也蛮常用到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形 给画出来了 OK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其他尺寸 我想各位再把它标一下 哦 OK